阿羊 其实你就算不会也没事 咱们小伙伴看了你这么久 你什么水平大家都知根知底 但是 为了彰显自己的游戏水平 还去请代打 这 哎呀 格局 格局 但 我怎么可能请代打 我可是有职业操守的主目 是受过僵硬训练的玩家 一般情况下都不可能请代打的 除非忍不住 我信了屏幕前的小伙伴们也不会信吧 小伙伴 请相信我 以我阿羊的实力 这种东西岂不是手到擒来的 只需要把岩浆往后退一个 再退一个 我就说这次 哎 关掉 关掉 谁让人乱起画面的 小心我吵了你 哎 阿羊 哎 你发现了装置漏洞 哎呀 不是 谁对你那破碗眼感兴趣啊 你看这个 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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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是村庄吗 对啊 这也太生气了 直接在虚空中飘起来了 小伙伴 这也太过意了吧 你要不要去看看呢 嗯 我去拿石头 这肯定得看一看啊 那可是一堆木头的石头 喂喂 格局 格局 阿羊 阿羊 哎 我怎么好像听到哪有人在叫我 这个声音 好熟悉 快醒醒 阿羊 哎呀 太远了 根本就听不清楚 阿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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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 在 在 在 你怎么了 阿羊 刚刚开始表情就呆呆的 有什么新事吗 呃 没有没有 我刚刚好像听到有人在叫我的名字 而且声音还挺熟悉的 哎 你说会不会是那个村子里面有咱们的熟人在啊 声音从村子那边传过来的 呃 你描述一下呢 就是 一个女孩子的声音 一直在叫我名字啥的 哎呀 不是 只是感觉很熟悉而已 算了算了 这些都不重要 过去了就知道了 我阿羊根本就不认识什么女孩子 怎么可能会有人喊我 小伴们 你们说是吧 懂得把保护打在公屏上 呵呵呵 你再说什么 我还一句话没说呢 你再吸这么多 再说了 你挺安全的 你什么意思啊 你个肘衣衣衫 你能不能别光在这呢 你帮你忙 行不行啊 哎 我能帮上啥吗 路就这么窄 容不下我们两个人呢 你在路边放点火板 只不然喝不溜球 帅了怎么办 嗯 有道理 哇 他真的是虚空村庄啊